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快速签订行政命令 其中H1B工作签证部分更是谣言四起 让所有申请人最近都是寝食难安 其中最让申请人害怕的就是最低年薪限制 可能提高到10万美元 门槛相当的高 面对这些担忧 东森新闻记者特别找来资深的移民律师 替观众解答疑惑 10万块是在设定某个条件之下 某个公司应该要怎么样子 才要用10万块来当最基本员工的薪资计算 可是这并不见得会是说 在每个H1B的申请案上 每个案子都必须要用10万块来申请 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 有很多地方他们的薪资 甚至老板本身也没拿到10万块 徐经理阳分析行政命令并无法凌驾于美国宪法 因此申请人可以放心申请 不过10万美元的年薪门槛 也可能会下退很多提出申请的公司 结果让申请人无故失去 获得工作签证的机会 除此之外 各行各业的给薪标准本来就不相同 想要齐头视频的难度相当的大